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具体的具体化的革命史及其个体化 那么革命历史叙事的也是我说过 就是在民族国家 他要寻找建构自己的个人的形象 建构他的自我的形象 那么正向这个丙古行人 在现代文学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面 他对现代文学的特征进行一个阐释 这个阐释就是现代文学是在两方面来展开的 一方面是建构民族国家的形象 另一方面他要建构个人的情感 是吧 我们通常会认为 就是说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文学 或者说革命文学 它主要是建构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形象 它无法在个人的情感的内化方面 建立其他的一种经验 那么这一点呢 我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在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叙事当中 其实呢 个人的情感也有他的建构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二者的并不是截然分离的 就是说你建构了民族国家就不能建构个人 或者说建构了个人就不能建构民族国家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的层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很复杂的 就是可以在几个层面上去分析它 并不是说民族国家建构里边 当然它会投射主体的一种想象 它是作家创作的 它包含了它的个人经验在里面 甚至像洪奇普创业史那种作品 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个人 对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一种看法 当然这是在这个层面上 那么在那个层面上 我们会说一些表现这个非常这样一个 小资产阶级徘徊的那种情绪 像楼石的早春 楼石的二月 后来改变成电影也是早春二月 那么主演也是谢芳 是吧 青春之歌的这个林道静 林道静在两个电影里边 以不同的形象出现 你像二月呢 它是写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情绪 在这种情绪里边呢 你依然可以看到 它对民族国家的一种想象的东西 投射在里面 但是我现在要去分析的是一个 更为极端的一种文本 就是说像比如说 像《青春之歌》这种作品 它是甚至像《三家巷》这种作品 它是非常强烈的去表达民族国家叙事的 是吧 它是讲革命 讲革命的历史事件的 那么在这种作品中 你会发现 革命历史事件本身 它要采取个人化的方式 它要采取的个人化的那种经验来表现 所以大家理解吗 我要在这个层面上去讨论这个问题 去追究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要去讨论的是具体化的革命史 及其个体化 就是说在《青春之歌》之前 那些革命历史叙事作品 它写的都是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 是吧 它是以事件的形式来展开的 这些人物是事件中的人物 你像洪日啊 你像洪七福啊 是吧 你像创业史啊 像梁山堡 它是这样一个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的 这样一个带头轮 当然也有它的成长史 那么你像洪七福里边 是吧 你像这些 不管是农民也好 还是知识分子也好 他们都是通过那种历史的一种事件 反购头税啊 这个一二九运动啊 像这些东西呢 来反映他们的一种 走向革命的一种过程 但是我现在来看《青春之歌》呢 就它是选择一个 小自然阶级知识分子的 个人的一种历史 在这样一个历史中 来展现革命的历史的 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 就是革命的历史 如何在一个小自然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上 全部演绎了它的全部的过程 或者说演绎了它的完整的过程 所以我就说在那样一个阶段呢 革命历史趋势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 其一呢就客观化的 关键历史如何具有个体性的经验特征 这对于革命文学 要创建新的经验来说 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那么第二个呢就表现历史的主体 怎样才能笼入被表现的历史之中 是吧 在此之前 书写的革命历史都是工农兵的历史 是吧 农民走上个集体的道路 或者农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 翻身求解化 成为革命的战士 是吧 那么他都是和作家写作的 这样一个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叙事的这样一个主体 他是脱节的 是吧 他是表现的是一个工农兵的 这样一个历史 工农兵是历史的主角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 创造历史的动力 是吧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英雄 而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局外人 而青春之歌 他是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 其三呢 我说这就是全部难题的整洁了 如何把知识分子的个体性 与革命历史的客观性 融为一体 我觉得这一历史难题 只能由知识分子 个人成长的故事来解决 所以青春之歌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 革命历史的成长的主题 一个小资产节知识分子 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 这个是杨末十九岁的时候的照片 右边的那个十九岁的时候 后面这个是他参加革命 所以大家看看 这是典型的这个 北方大妞的形象 但是这个是 他是 谢芳是湖南 湖南还是湖北人 湖南 湖南是湖南人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谢芳 你后来是哪里找到是杨末的 在哪个百科上呢 百科上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差异 有误 那么关于这个杨末 他的简历 我在书上写得很清楚 希望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不多介绍啊 那么青春之歌的 他是1951年开始冻笔写 1955年4月完成初稿 他的原名叫做烧无尽的野火 后来改名为青春之歌 所以这个王蒙有青春万岁 这个杨末有青春之歌 那么这个这里我要提到的一点 就是杨末的妹妹是著名电影演员白杨 这个大家会知道吗 这个不知道 那么当时的要演林道静这个角色的时候 白杨呢一直在找这个导演崔伟啊 那么做了很多的公关工作 然后请这个杨末 他的姐姐帮忙 后来两姐妹呢 这个接约很深 就是白杨认为这个杨末没有帮他的忙 是吧 没有走后门 没有说服这个导演 因为导演没看上这个白杨 那么白杨的脸盘也是比较大 比较圆 我这里没有收到他的形象 因为导演崔伟呢 主要是认为白杨那个时候年纪太大 他演这个林道静的不太合适 是吧 在电影里面林道静 在小说里面林道静 是一个中学毕业不久的那种 是吧 那种学生 是吧 这应该是大学生这样一个年纪 应该在二十岁左右上下 谢芳演他的时候二十四岁 所以时间是年龄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青春之歌呢 是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 那么当时是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代 所以青春之歌呢 以火热的对青春生命的战歌 对跟党走的真理性的肯定 而引起千百万读者的共鸣 那么青春之歌呢 也不认为是当代文学史上 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 那么这部小说呢 如果要概括它的主题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它 就讲述了大革命时代 一个女知识青年 经过个人的情感波折 生活的徘徊与选择 最终投身革命的经历 以学生运动为历史舞台 刻画出知识分子 从乐学青年 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的精神历程 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 细致描绘了知识分子成长的 具体历程的小说 那么我理解呢 它的本质是知识分子的叙事 就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会成功 在当时的解释 就像我前面说的 是写的革命青年 投身革命 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 但是我今天 我们去看历史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是那个时候 没有那种写知识分子的作品 小自然界的形象 已经在文学作品中一扫了光了 那么出现了林道静这种形象 它是非常的吸引了青年的读者 1959年被改编成电影 导演是崔维 陈怀哀 就是陈怀哀是陈凯歌的父亲 那这个编剧是莫言 这个也叫做莫言 不是今天的莫言 也叫莫言 那个时候莫言还 才几岁 莫言才四岁 四岁不会编剧 主演是谢芳 演临道静 康泰演卢家川 于扬 我这里给大家看看 这个照片跟那个照片是比较像 这谢芳 是吧 24岁的谢芳 那么崔维为什么选择谢芳呢 第二个是陈家川 第三个是玉洋 演江华 那么这第一个是谢芳 这都是帅哥 但是这个 当时为什么崔维去选择这个谢芳呢 当时有很多人想演这个 一个是白杨 一个是张瑞芳 都想演临道静 那么白杨去攻关 是吧 攻关了半天不行 那个时候没有潜规则 是吧 本来有潜一下 就能演了 现在只要潜一下 把问题都解决了 那个时候导演 他还是从艺术出发 他觉得这两个演员都不像 是吧 都是 都是这样一个 显得太 太成熟了 是吧 太成熟了 那么谢芳呢 他是从一个 偶然从一个戏剧 他原来是一个戏剧演员 看到这个谢芳 他知道他有家学啊 谢芳的父亲呢 是信基督教 是教英语 是吧 教外语的 然后被打成右派 母亲是大学生 家里信基督教 谢芳每个礼拜 还去做礼拜 做祷告 就50年代 还能够去做祷告 我也很吃惊 所以就说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 有没有文化 家里有没有文化的底蕴 是吧 你看这个白玉阳啊 这个张瑞芳家里 这个都是劳动人民出身 是吧 这个 这个都是土里土气的 是吧 他一看到谢芳 人一看那双眼睛 是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眼睛这不一样 是吧 这个眼睛就是那么的清澈 是吧 那么的明亮 是吧 就注定的要 走上革命的道路 是吧 是不是 所以 大家想一想 在我们那个年代 这个当年1959年 我才出生 但是呢 出生之后 就开始看《青春之歌》了 所以 林道静的形象 或者谢芳的形象 是我们心中的那种偶像 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就是觉得青年 青春的生命 就应该这样燃烧 确实是非常有诱惑力 那么这个是 康泰演的卢家川 康泰演卢家川的时候 应该是32岁左右 那么于阳演江华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30出头 但是很遗憾 于世之演张中行 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 于世之年轻时候的照片 对对对 演于永泽 因为永泽的原型是张中行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张中行是 北京大学毕业的 1935年 北京大学毕业 那么当时这个小说里边 写的背景 是吧 就是永泽 这个 这个是新版的 新版的《青春之歌》 那么大家一看一看 新版的《青春之歌》 是不是觉得感觉 感觉对不对 感觉完全缺乏这种革命的 革命者的气节 是吧 这一看就是一些 这一些 这个跑码头的人 走穴 一看走穴 这个是新版的《青春之歌》 新版的《青春之歌》 和《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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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青春之歌》 这个《青春之歌》 大家觉得怎么样 像不像一个 进城打工的保姆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卢家川》 倒是有点像 像一个这个 爱上保姆的 这个什么公子哥 那个少爷 那么这个是 里边的什么白丽萍 就是那种 资产这些道路 但是我觉得也缺乏 当时的那种 历史的一种气息 像现在的这种 出入于这个 酒吧歌厅的一些 一些一些人物 所以这部小说 我们回到这部小说 我们来看 就是说 它呢 其实也写了一个 党领导的 以公论阶级为主体的 革命历史 它的背景呢 涵盖了1931年的 918事变 到1935年的 129运动的 这一段时期 那么这一段历史呢 在中共的党史上 是被描述为 大革命困难时期 也是民族救亡运动的 高潮时期 那么小说就把 人物的活动 个人的情感经历 和生活选择 只放在 时代矛盾的 剧烈冲突中 以此来显示历史 对个人的 决定性影响 这一历史 唯物主义的态度 所以大家注意到 这个小说还是地图 以这样一种革命的一种 运动的一种背景 来看待一种 人物的活动 小说塑造了一批 共产党人的形象 像卢家川 江华 林洪等等 这些人物都肩负着 民族的使命 在大革命年代 英勇顽强的奋斗 所以在他们身上呢 体现出民族救亡的历史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人民 进行抗争的历史 那么 但是呢 我现在要去阅读的 是从一个侧面 去阅读这部作品 我想打开它 在我们经典的 文学史的 一种规定当中的 它的另外的一种含义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一主流的 历史叙事的小说中呢 它只是构成重要的背景 并非主导性的叙事动机 所以我要把它剥离出来 小说的重点 在于表现一个 青年女性的情感经历 与生活选择 以及她的心理情感的 深刻变化 那么这是我 对《青春之歌》的 重新的一种解读